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吃过莲藕糖或者是冬瓜糖? 那今天就来做一个小时候的味道 莲藕糖 取一块莲藕洗干净去皮之后切成片 片的厚度大约在5毫米左右 先放清水里面给它淘洗一遍 洗出里面的淀粉 再放入煮开的水中给它焯水 可以加一丢丢的烟防止藕变黑 大概焯两分钟左右 倒出来给它放在凉水里面再清洗一遍 藕里边含淀粉是比较多的 所以超过水后我又给它清洗了一遍 捞出来沥干里边的水分放在一个大碗内 再放入150克白糖 藕食用了300克 藕和糖的比例是2比1 抓拌均匀让每一块藕片都沾上糖 再盖上保鲜膜腌制一个小时 浸过腌制糖会慢慢的渗进藕片里边 也会挤出一些水分 直接把它全部倒入一个锅中 开大火先给它煮开 尽量让藕片均匀地铺满整个锅底 等煮飞后再给它改成小火 用筷子经常地给它翻动一下 防止粘在锅底 等糖一熬到特别的粘稠 可以这样拉出丝 这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稍微晾一下之后 用筷子不停地给它翻动 这时候的藕片特别软 所以翻动的时候尽量小心一些 继续不停地翻动 慢慢的藕片表面就会结出一层白白的糖霜 等彻底晾凉了莲藕片就会变得硬硬的 我们的莲藕糖也就做好了 感谢观看